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相信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视频还有看到我们的slide 所以我们进入今天最重要的slide就是免责声明 所以在今天线上呢 现在讲座所呈现的任何的一些case study 所呈现的任何的资料都是属于教育用途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所以如果各位有任何买卖的话 大家都要致富 OK 然后由我今天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师 就是我们的Ken Chow周国斌老师 Ken Chow呢 我也是认识Ken老师好几年了 他也是由拉曼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 他在2011年的时候投入投资教育领域 然后在2013年呢 由伙伴开创赢资环球 就是Winvest OK 他也是Winflow投资课程课纲的主篇 负责开发新投资技巧及交易模式 善良于运用基本面 技术面 消息面 筹码面等分析制定策略 他也是比较侧重波段交易中长线成长性价值 投资与和价值捞底 这是他的老师的强项 Ken Chow 还是Winvest的Ken Chow老师 所以Ken 你准备好了没有 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你这位大咖老师来 我们线上给我们投资者做个分享 什么是Share Consolidation 所以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把你变成Presenter了OK OK 你可以Share你的Style了OK 看到了吗 看到了 OK 好 稍等 OK 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是关系到股票整合了 所以我相信Busa Malaysia 他们想要看到这个股票整合的这个题材呢 是就是像刚刚Shin所说的了 就1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关系到股票整合的一些情况 导致到很多不理解股票整合的投资者呢 就是买入了然后亏损了 所以这个content呢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对于比如说新手的你们 OK 所以什么是股票整合呢 所以刚刚Shin已经讲了它股票整合就跟Split呢 它是相反的 所以Split呢就是把你的股票分拆嘛 就是从可能一块变成几块 所以整合就顾名思义就是从几块变成一块啦 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OK So 股票整合呢 可以是从某个数量的一个股票呢 然后把它压缩变成一个比较小数的一个数量啦 So我这个例子呢是 方20股变成一股的 So 所谓20股变成一股呢 就是如果你那个股票它有比如说有20张股票的话 那你经过这个股票整合了过后呢 你就会看到你的股票变成了一涨罢了 OK So我把它变成图片 你会比较容易明白了 OK 整合起来变成一涨 So 以股价来算的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你股票是整合是变成一个 但是你的股票的价格呢 其实也有出现变化了 OK 打个比如呢 如果它在20张股票的时候是五分钱的时候 OK So 你一整合变成一股 你就要把你的五仙的一个股票乘以二十 它就会变成一块钱 OK So 你就可以 Agat知道它分成两个part了 一个是从股票上面呢 你手上的股票会变少 但是你同时间会看到你股票的那个价格会跳涨上去 OK 从五仙变成一块钱 OK 这个是股票整合 你会看到东西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整合股票呢 OK So 我找了两个原因了 OK 其中一点 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股票呢 市场上股票数量减少 OK 怎么讲呢 打个比如 如果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先股 OK 才半分钱罢了 5 cent OK 半分钱罢了 没有不是半分钱 是五分钱 OK 五分钱 So 因为股票的数量有20张 非常多 OK 在这个案例里面非常多了 So 它的买入门槛又低 因为才五分钱罢了 OK So 很多人可以用可能几百块就可以买到一张 所以参与在这个股票的交易里面呢 就会特别多人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这里放有很多的股票数量 就是20张 然后可以参与进去交易的那些人数呢 也特别多 So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 当越多人进去参与一个股票的时候呢 那大家的那个方向不一样 那大家的那个方向不一样 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你的股票非常难涨 或者非常难跌 它一直处在一个震荡格局里面 因为大家的那个方向都不一样嘛 OK So 我们这种就叫做你的股票非常的散 So 整合了过后呢 就会比较好一点 So 整合了过后呢 市场流出去的票也比较少了 OK So 而且会参与这种股票的人也变少了 因为刚刚我说嘛 五分钱变成一块钱 So 也不是很多人愿意花一块钱去买一个股票 因为入门槛已经变高了嘛 OK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参与的人变少了 然后 留在市场上 攻击这些投资者 或者是投机者去做交易的 票数也变少了 所以呢 股票整合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意了 就是把市场的那个票数给减少 然后 从而 比较容易掌控股票 价格的波动了 OK 另外一点呢 就是 降低股票交易的波动了 So 怎么讲呢 这个东西 刚刚 我秀给你们看的那个例子呢 是5cent嘛 OK So 就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股票 因为你涨一个价位我就可以赚10%了 你涨了两个价位我就可以赚20%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会出现很多次类型的短期交易 导致到那个股价非常的 在一个可能在一副空间里面一直在波动 很难去掌控股价的一个趋势了 OK So 你整合了过后呢 一块钱以上的股票呢 是每一毛钱 OK 作为一个单位了 OK 所以不是一毛钱 是一分钱 每一分钱作为一个单位 So 每一涨一个价位呢 他才涨一分钱 所以他的那个波幅才1%上下罢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 也会更少 就是更少这些 投资者会进入市场里面去操作这个股票 So 也就是说呢 他不会变成成交量这么大 然后 也容易的掌控回去 那个股票的数量了 所以股票整合就有这两个用意了 OK 这两个用意 OK So 股票整合呢 当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除权热的意思是代表 X-State了 就是当天 OK 除权 就是当天 X-State 你的那个股票价格 就会从第二天 就是除权的那一天 直接跳涨上去 OK 这个是股票整合的时候 你会往往会看到的 在股价上面 立刻出现的一个变动了 OK 你要知道这一点 然后 这个X-State的前后 你在账户上里面 你会看到什么一些变动呢 OK 因为很多人不懂 OK 尤其是你买了 然后 他有这个股票整合的活动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你突然间 你看到你的账户里面 出现了一些变动 你又不知道 所以结果你就做错很多决定 导致到你最后亏损了 OK So 我打个比喻呢 除权钱就是 你在整合之前 X-State之前 OK 股价打个比方 是五分钱 OK 当时候你买入了 40张股 或者是400个LOT的股票 或者是40千股 OK So 你买入的成本呢 只是大概2000块而已 OK 如果你是一个小资的 一个投机子的话 你可能 你对于这个2000块 你觉得非常的多 所以你很喜欢买入 这些先股 因为这些先股呢 五分钱 你涨去六分钱 你就赚18% 你就多了一个200块 可能你家人工 就多了一个200块 OK So 你就非常喜欢去交易 这些小股 So 你买了 So 他突然间 你没有留意到 他当天 他除权了 所以某一天呢 你醒来 你打开你的电脑 你log in 去你的一个账户里面去看 突然间你发觉到 你暴涨了 怎么讲呢 因为当时候 你会看到的东西 就是 那一天 OK 我们看了去 X的那一天 OK 突然间 你看到你的账户 OK 你赚了 40千 OK 你的那个市值 当时你的holding 变成了40千 OK 一块钱 因为他直接除权了过后 20对益 变成一块钱 然后你乘以你的 持股量的话 你就是 40千了 So 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可能非常的心动了 因为 这意味着你赚了38千 因为你的成本才两千块 So 很多当时候就会有很多 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人 选择把股票给卖掉了 就是当然 有获利 当然要放进口袋 软一软钱 对不对 OK So 这种情况呢 不会持久了 OK 因为他除权 过后的两天 我叫做T plus 2 OK T plus 2 就是当天过后的两天 OK 加上两天过后 你的那个账户里面的持股量呢 就会被adjust回去 变回去2千 OK 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 股价上面 你会乘于二十 但是你的股票的数量 就会除于二十 OK 所以从四十前 就会被整合到 两千股吧了 回去回你的成本 假设你当时候 当天没有卖掉 你T plus 2了过后 你就会看到 你的那个 叫做账户里面呢 还是会收回去两千块了 OK 你的市值了 假设 两天过后 还是维持在一块钱 OK 一切都是example 所以我们除权过后 可不可以立刻做买卖的股票呢 OK 可不可以立刻买卖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哇 两千块突然间 我好像赚了整三十八千 OK 这样子的情况 我可不可以当天卖呢 是可以的 OK 可以的 只是但是呢 什么东西呢 你只能卖出 你应该有的股票罢了 就是你自己要乘于 因为你当时候在你的账户里面呢 因为程序上面的一个因素 你的持股量还没有真正的反映 股票整合的数量 So 你要自己醒目咯 OK 你要 自己除以二十 OK 你就知道当时候 当天呢 你只能够卖 两千股票罢了 OK 你不能卖四十千股票 你只能卖两千股罢了 OK 这个是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OK So 假设 OK 假设 当天我们真的 卖的 卖多了 OK 当天我们真的是卖多了 因为 我们讲 突然间的暴力 真的是让人家失去了理性了 OK 因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是卖的先才算了 OK So 怎么讲呢 OK 假设 当时候 除权 OK 你账户里面的确是 选择四千股票 而你真实的持股量呢 只有两千 那你又卖了整 四十千的股票 那当然 这种情况 我们就叫做 你多卖了 你这个时候呢 肯定会收到你的 可能你的 你的运营射也好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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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就会 叫你了 告诉你 某某某某某 OK 你今天 卖多了 其实你的真实股票 只有两千 罢了 麻烦你在今天 closing之前 你要把这个 三十八千的股 给买回来 OK 因为你多卖了 所以你就 就突然间 冷了 因为你本来 以为赚了三十八千 突然间 要突回出来 OK So 假设呢 你当天 又没有买回 或者是 没有办法买回 或者是 市场上 根本没有量 给你买回 或者是 突然间 股价涨到非常高 你不愿意买回 想要看着办 结果到最后呢 你又没有买回 又怎么办呢 OK So 交易所呢 有一个这样子 这个 Rules OK 就是 如果你没有买回的话 就是 你叫做多卖了 So 当你多卖了过后呢 你就需要 给一些 罚款 OK So 交易所呢 就会规定你 以 打个比如 当天的价格 OK 你没有卖到吗 So 第二天的时候呢 你就要先 以前 一个交易日的 首试价 就是 当天 Exit的那个 首试价 再加上 十个价位 买回 多卖的股票 你这个情况呢 我不是说 你肯定买得回 OK 你就是说 你需要 offer一个 price 比昨天的市价 高出 十个价位的价格 offer去市场 看你有没有机会 买得回 OK 因为如果没有人 要卖你的话 你即使offer更高的价格 也没有人卖你 对吗 OK So 假设呢 如果你offer了 十个价位 你也还是 买不回来 OK 怎么办呢 OK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OK 一天一天过去 那 你又再次 打个比如了 OK 大家要跟着我的 那个timeline呢 就是 X day 我们算是 T day 的话呢 那我刚刚讲 这样十个价位呢 就是T plus one 那如果T plus one 你又买不到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 在T plus two 再买回来 那这个时候 怎样子买回来呢 那交易所 又要再 用 T plus one 的收视价格 再度的 再加上 这个五个价位 再上去 OK 也就是说呢 你一共加了 15个价位上去 OK 来买回你 那个股票 OK 你清楚啊 就是T plus one 的时候呢 你只是需要 加十个价位 前期的那个 收视价 然后在T plus two 的时候 你又买不回的话 T plus one 你又买不回的话 你就要在T plus two 的时候 用T plus one 的收视价格 再加上 15个价位上去 买回 OK offer 看可不可以买回 这个股票回来 OK 那如果你真的这么 税 都还买不回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OK 那 布萨里面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 Rose 如果你到T plus two T plus two 的时候呢 都还没有买得回的话呢 那你就需要 OK 进行这个违约交易的 现金结算呢 就本来你是要用钱 去市场上买票回来 补回去的 但是因为你一直买不到 到了T plus nine的时候呢 那你就需要用现钱 直接给钱 来解决这个事情了 OK 已经不需要你买股票回来 你需要直接给钱 去 settle这个 这个情况了 So 这个结算价格呢 也是同样的是用前一个 交易的 的收市价 which means你到了T plus nine 买不回的话呢 你就需要用T plus eight 的收市价格 再加上45个价位 OK 的价格来做这个 现金结算呢 怎么来的45个价位 刚刚我已经说了嘛 T plus one 是十个价位 然后T plus two 在这个十个价位 再加上一个 五个价位上去 So 于此类推 加到去T plus eight 为止 So 这样子的话 应该就是45个价位了 So 这个情况呢 我受发在我这个 投资生涯里面 暂时真的还没有看过 到了T plus eight 都还没有买得回来的 一个情况了 So我也没有任何的例子 可以 给你们知道 但是这个是 菩萨里面写进去的 一个Ruth OK 所以你就知道 情况有多严重 如果你卖多的话 OK 你赔钱 赔到傻 OK 所以千万别 卖多出你 应有的 股票持有量 OK So 我们这里做一个 例子 OK 假设 你 除权后的 一个开市价格 OK 就是T day 我们用T day 来作为一个 一个 比如 T day 就是除权价格的 开市价是一块钱 然后当时候呢 你就很急促的 去卖掉 OK 一开始你就把它卖掉 一块钱 然后一块钱 你卖掉了过后呢 你发觉到 你的Leader开始 call你了 OK 告诉你 你需要把今天 卖掉股票 多少的 那个量 你需要买回来 你发觉到 但是 你又来不及 或者是你不愿意 Key in 结果呢 你就要等到 叫做 T plus OK 除权开市价 OK 卖出价格 然后这个不是 T plus one的 那个价格 这个是当天 T day的 收市价格 我写错了 所以打个 比如呢 OK 所以当天 除权后的价格 就是当天 开市价格 是一块钱 然后你很急促的 卖了一块钱 然后在盘中 你没有买回 当天 因为也有很多人 做了同样的事情 就是卖多了 然后当天 急着买回来 所以他们就要 追高价格 结果就导致到 他当天 收市的价格 从一块钱 涨到去 快散 OK 但是你依然 没有做 决定 OK 就是当天 你还是没有 卖出 OK 所以这个情况呢 你在 T plus one的 那一天呢 你就需要用 当天的 收市价格 快散 加上十个价位 就是快四 OK 你就需要去到 我们叫做一个 special的一个board 我们叫做 buying in的一个 一个 quoting的一个地方 OK 它不是你们 平常看到的 看到的那个 报价板 它需要去一个 比较特别的 一个报价板 然后叫做 buying in的一个 报价板 OK 去看 到底 有没有 你offer这个价格 有没有人 愿意卖给你 OK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价格了 我重复多一次了 我看 可不可以 删掉这个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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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TD 这个是当天 OK TD OK 然后 Laser Pointer OK So T Plus One的价格 OK 当天 你需要用的 不是你平时的 报价板 而是一个 我们叫做 buying in OK buying in OK buying in的 一个 报价板 去offer你这个价格 OK 去offer你这个价格 看有没有人 卖给你 OK 所以你前前后后呢 基本上 你卖掉一块钱 结果到最后 你还offer 快四来买回来 这样子的话 你突然间 变成亏钱 OK So 怎么讲呢 OK So 你当天本来需要买回的是 38千股 So 你替把算 要买回的 那个价格呢 是快四 这样子的话 你要买回来的成本 就是 53千 200 哇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 本来呢 你的总投资 你是一个小资族 OK OK 资本的资 小资族 你才买两千块 本来想要做一个投机 赚个两百块 四百块 结果因为一个错误的 一个决定 OK 你没有看到当天 是因为这个股票整合 而导致出来的一个价格 So 你以为它是突然间暴涨 你突然间暴富 So 你很急促的卖掉 结果 我们讲 一只错 OK 满盘 皆落朔了 OK 这样子的情况 So 你买入的成本 53千 两百块 OK 对比你的两千块 你突然间要 fork out 一个五十多千出来 你对于一个普通的 一个投机者 一个散户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负担来的 OK So 对比你卖出的之前的四十千 你是突然间亏了整十三 就是一万三千两百 OK 十三千两百了 OK 本来你以为你赚三十八千 但是突然间你倒亏十三千两百 这个前提是有人卖给你 在这个buying in的市场里面 the offer的快是有人卖给你 假设 凡是没有人卖给你的话 那你就出大事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呢 我是 OK 少了 我做少了 一个一个slide了 OK but anyway 我刚刚说了 如果你T plus 1还买不回的话 怎么办呢 就是你要在T plus 2再买回来 So 我这里直接做一个简单一个例子了 OK So 就是说 打个比方 你T plus 1的买入价格 你算是快四 但是当时候T plus 1的收市价格呢 竟然涨到去快八 OK 竟然涨到去快八 快八有一点夸张 OK 我们不要快八了 直接快六就好了 OK 快六 So 这样子的话 你在T plus 2 OK T plus 1的收市价格是快六 那T plus 2的时候 你们要加多少 的 价位上去 就是加多一个15个价位上去 对 加多15个价位上去 等下 我 这个不是这样子 OK 是在1块6那边呢 加多一个五个价位上去 OK 也就是说 你T plus 1已经加了十个价位 然后T plus 2呢 你是要加五个价位上去 So 一共是1块65 OK 1块65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比本来可以亏损 才亏损 13200的一个情况呢 你会亏的更多 你拖得越久呢 你就会亏得越多 OK So 这里就简单给你们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一个飙涨股当天 是因为股票整合所致的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了 OK 因为我们 在股市这么久呢 我们突然间看到一个股价暴涨 我们首先要去了解 为什么它暴涨先 而不是突然间它暴涨 我们追进去 OK So 一般来讲呢 在你的那个 我们叫做 那个什么 报价版里面 OK 无论你是用 不同的平台了 OK 每一个平台呢 其实他们都会有做一个记号 OK 一个标记 告诉你 这个股票当天 它有做了一些 什么情况了 比如说可能它给股息啊 或者是它给bonus啊 或者是它split了 或者是它做股票整合 OK So 通常你就会在你的 报价版上面呢 看到你那一支股票 OK 那个quote呢 比如说你讲 一个股票 然后它旁边呢 就会出现一个 X的字 OK X的一个标记了 OK So这个标记呢 它是代表 除权的意思 但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它到底是除权什么东西 But当你看到 它是因为除权 而导致到股价的一些 异动的话呢 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So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话呢 你要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可以最快去联络 你的股票经济 做进一步的确认 因为我也不expect 你要去从最传统的一个模式 去寻找它到底有没有 什么意思最传统呢 就是我们通常就会去 Busa Malaysia的company announcement里面 OK 去看到底是否有 这类型的一些活动进行当中 OK 比如说股息啊 红股啊 除权啊 Special Dividend啊 这样子的东西 OK So对于你们 比如说你是新手的话呢 你最快可以做的情况 就是联络你的股票经济 做进一步确认 因为他们肯定懂的 OK So我这里有一些案例 给你们知道了 一些案例 因为这个案例呢 其实就是发生在 今年1月的时候 就是B4MCO的时候 OK B4MCO 这个股票呢 就是当时候 如果你当时候已经进入市场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候是 今年年头1月份的时候 你已经在市场里面了 我相信你应该新立过 这个Icon的一个case了 OK So Icon这个case是什么情况呢 So我直接把它换成 画进图表里面了 那如果你还没有懂得去看这个蜡烛图表的话呢 你可以去学习一下了 OK 但是图表其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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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这个Icon是什么case呢 OK Icon是什么case呢 So在1月10号的时候 OK 1月10号啊 1月10号 OK 1月10号在这里 他当时候呢 就announce了一个企业活动 So这个企业活动呢 包括了把股票整合 OK 再加上做附加股 然后配送平单 OK So附加股 我记得没有在 新这个平台上面讲过了 这个附加股也是企业活动的一种 主要是用来做集资 集资的一个 一个手段来的 OK 集资的一个计划了 OK So我们重点放在 整合股票上面 OK So他在1月10号 announce了过后 你很明显可以看到 他因为他还没有真实出权嘛 So你可以看到他当时候的股价 价格才大概 三分半左右了 在这里三分半 OK 而且还停留了 1 2 3 4 5 6 7 大概7个交易日了 OK 在这个三分半 四分左右波动了 OK 那很多人就会选择 在这些 波动的范围里面 做一些交易了 OK 因为刚刚我所说的 现股 他的好处就是 一个价位 赚幅很高 OK 所以很多投机者都很喜欢 OK 那当然有他的风险 因为 涨一样 跌也一样 OK So 他在1月22号的时候呢 他做了这个除权的动作 当时候的开始价格呢 是21仙 那为什么是21仙呢 那如果 如果假设啊 如果他是3.5仙 只是纯粹做 股票整合的话呢 我们应该怎样子 去算 他应该有的价格呢 就是用3.5仙 乘以50 OK 3.5仙乘以50 是大概多少啊 我算一下先啊 3.5 3.5乘以50 就是 1块 所以 17仙 等一下 17仙 是1块75 我看有没有算错 对对 1块75 1块75 OK 1块75 怕我看错 因为 如果是3.5 去到1块75 我相信很多不知道这个情况的散户 应该会直接把它卖掉了 因为3.5去到1块75 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一夜暴富的一个概念来的 OK 但是因为他这个储权呢 是加上了 附加股配送平单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时候他的开市价呢 大概是处在于21仙上下左右了 OK 我们就放这样子了 这样子情况 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OK 因为我不要overlap 进去附加股里面 OK 所以假设3.5仙 当天去到21仙呢 也是一个很 一个很 暴富的一个 一个概念来的 OK 因为3.5仙去到21仙 差不多整 7倍吧 OK 差不多整6倍7倍左右 一天 赚6倍7倍 谁不行动呢 OK 所以 当天呢 其实有很多人卖出 OK 当天有很多人卖出 但是他卖出了过后呢 就很快出现一个很快速的拉涨 OK 当天一开始高了嘛 很多人卖出来 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下影线在这边 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下影线在这边 很多人卖出 然后呢 当天突然间飙升上去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很明显就是当天出现了一个情况 很多人多卖了 OK 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 所以当天多卖了 所以当天多卖了 就结果呢 很多就会收到他 remyster or dealer的一个电讯过来 OK 告诉他们 你今天要快速的把你的票给买回来 但是偏偏当天呢 我还原当天的情况呢 就是 哇 他的那个卖盘 我们有两边嘛 一个是买盘 一个是卖盘 OK 买盘呢 很多 然后卖盘非常的少 因为没有人放票出来嘛 结果就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很多人追着上去 因为要快速的把他们的票给买回来 所以越追越高 越追越高 结果当天他收市的时候 应该也是大概四毛多 OK 你就可以想象那种情况啊 两毛一 一天里面涨到去四毛多 OK 一天里面涨到四毛 就是一天涨100% 所以那个买盘的压力 是除了那些要买回来的 那些 FORCE之外呢 还有很多投机者 趁这个时候呢 也追进去 结果就导致到呢 当天的价格 从财市价开始算起呢 直接涨了一倍上去 一倍有多上去呢 所以那些还没有当天 很心痛了 那些没有追 没有来得及追回来的 突然间要你以一倍以上的价格 买回来的话 你就会心想 有没有机会明天会 很快会掉回下来 所以我今天就不要卖险 OK 这样子的情况 有很多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了 OK 所以 当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就造就了 T plus one 继续拉涨的情况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T plus one出现的时候呢 市场的票也是非常的少 很多人因为看到 突然间这个股票 拉涨到这么凶 又有人再继续追进去 So 你的战场呢 就变成你不是在 这个 主要的 报价板上面去做交易 而是我刚刚所说的 T plus one过后呢 你需要在这个 Buyin 的 报价板上面呢 offer出来 看有没有人 愿意卖给你 OK So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价格呢 我没有放到啊 应该是 四毛六十多左右了 So 也就是说 你要加十个价位上去 OK 可能加到来呢 大概是 五毛一十多了 So 你放在Buyin那边 结果也是 没有人卖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当天的股价呢 还在继续再涨 很多人都看到 它还能涨的话 这么我要以一个 比较低的价格 来settle给你呢 所以导致到呢 T plus one也有 很多人买不回来 OK So 就造就成这样的情况了 So 来到了T plus two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情况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 我们叫做Gap up了 OK So 昨天的价格 就是T plus one的价格 应该大概是在 七毛多左右了 我忘记放 OK 七毛多左右在这边 然后这里 T plus two的时候呢 又直接跳空高开 就是我们讲Gap up了 如果你又再Gap up的话 谁又愿意把他手上在赚钱的票 卖给你呢 结果又没有人卖 OK So这样子的情况 但当时候呢 已经开始出现一种 有抛压的情况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任何X-State OK X-State你当天还没有反应 你的那个账户里面的 持股数量 持股数量在这里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T plus two过后 T one two OK 就是在1月24号的时候 那个持股 开始出现变动了 就是那些人 之前买到的 现在已经在他账户上面 看到有变动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当天 做出卖出的动作了 OK 所以 That's why 你可以对比 第一天涨得很凶 第二天也是很凶 但是对比第一天比较小 然后第三天更小 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了 OK So我重点是放在那些 没有卖到的 这些 投资者 或者是持股者 OK So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他在T plus two 也没有卖到的话 怎么办呢 虽然 OK T plus three的时候 开始跌呢 开始跌 但是因为 你的市场 是在buying in里面 OK So 81千 你要用收市价格 81千 再加上一个 五个价位上去 OK 变成多少呢 变成 86.5千 OK 86.5千 上去 来卖 给那些愿意卖给你的人 所以变成 那些卖多的人 是最后接手的人 就是亏最多的人 OK So这个是当时候 iCoin的情况 So我看回去 这个情况 我解释 你到底会亏多少钱 OK So我为了方便解释 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排除 附加股 跟平单 潜在的获利了 因为除全过后呢 你除了 整合你的股票之外呢 你还会拿到 你一些附加股 So这些附加股呢 是可以把它卖掉的 附加股权力 是可以把它给卖掉 So你卖掉过后呢 也是有一笔钱的 OK So我撇除这个情况 OK 方便我解释 So假设你除全钱股价是 3.5分 OK 就是 对了 35分 对 35分 OK So你的持股量呢 是 50千股 OK 就是不百Lot So你才买了 1750块 这个是你的成本 So当天 因为当天除全过后呢 你就会直接看到 它开始价格的时候 突然间你暴涨 你的那个 市值暴涨到 1500块 So如果你把它 1500块 卖掉的话呢 你就好像赚了 整8000多块了 OK 好像赚了8000多 诶 谁在讲话 OK So 如果你等到T plus 2 都还没有卖的话呢 OK 等到T plus 2 都还没有卖的话呢 你的持股量 就会调整到 1000股 因为它是 50整合变异嘛 OK 1000股 但是刚刚好 当时候的股价呢 是收市价格是在 8毛 15 OK 8毛15 So如果你真的这么乖 在当天没有卖掉的话 然后你等到T plus 2 卖的时候 你反而赚钱 OK 因为突然间有这样子的情况 出现呢 反而你赚钱 OK 因为你的市值变成 8000 8150块了 So对比你1750块的成本呢 你还赚了整 差不多整 7000多块 OK 7000多 OK So 情况二 OK OK 所以 赚了6400块 So 情况二是什么呢 So 当天你没有卖出非真实的持股量 然后 所以你当天卖出了非真实的持股量 然后你又在当天买回的话 你会亏多少钱 OK So 当天同样你是在账户里面 显示是5000块 但是你真实是1000 但是你又爽爽的把5000 就是50千股给卖掉 So 结果会怎样呢 你当天需要买回这个49000股回来 而当天因为股价暴涨 你追回来的时候的价格 已经是415了 OK So 你买回来的成本 是20333 因为你卖掉 卖掉的时候是两毛一 OK 一跳上去你直接卖掉的话 你的拿回来的钱是20335 然后你对比回 你买入的成本是203335 然后你对比回你当时候 你卖出的价格 OK 就是21 你的总亏损就是9835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操作 你只是一天里面做错一个决定 你就突然间从 从本来没有赚钱 OK 本来你以为你买入的成本 1750块 你以为你买这么多 你最多的亏损就是1750块 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突然间你出现了一个超额的亏损 比你原有 你以为最多就是亏完 1750块亏完 结果你突然间就是亏多了 这笔钱出来 变成9835块 所以为什么这个股票整合 那个动作很重要 OK 所以我们来讲第三个情况 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 OK 如果 除钱过后 你又卖掉了 非你持有 真正你持有的股量 然后又没有在当天买回的话 T plus one的时候 就加上一个五个加回上去 OK 所以你的买入成本 提高了 OK 你拖一天 你就从9000多 加多一个3000多块上来 OK 你再拖多一天的话 OK 这里有一点错了 OK 应该是加五个价位上去罢了 从第二个 就是前期的那个 价格 OK 再加 Ider是五个价位 或者是15个价位 我这个我有点乱了 我看回去 OK But anyway 我要表达的东西 就是你拖多一天 你的买入成本 越来越高 所以你就亏越来越多 OK 然后再加多一个 五个价位上去 OK So 你的买入成本到最后 就是来到了 整9毛 9毛钱 OK So你的总亏损呢 从 1700多 突然间你超额亏损了 整3万多 OK 这个是一个很 很实在的一个案例来的 因为当时候呢 这个年头 1月的时候呢 我有很多 这些 叫做经济的朋友 OK 他的那个客户呢 的确是从本来 他是赚钱的 OK 可能大概五万多 然后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超额的亏损 比如说他到最后要赔出一个百多钱的一个亏损 OK 出来 是一个很不值得的东西了 就是在三天里面 你突然间亏这么多钱 OK 所以 有其他的一些股票整合的一个案例了 OK 比如说在1月份的时候也有这个KP PROC 所以5月3号的时候也有POC 然后8月25号的时候也有EduSpec 然后最近的就是有一个NetX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一些案例来的 所以我会有一个想法呢 就是 这些股票整合的股票呢 到底值不值得买 或者是可不可以做交易呢 OK 所以一般做股票整合的股票呢 他通常都是业绩很差的 然后股价一直持续下跌 OK 然后或者是那些公司呢 再计划再集资 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富家股 OK 因为他之前已经做了很多次富家股 所谓富家股呢 就是他再出新的股票给股东购买 这样子的话 你的股票的数量就越来多 越来多 越来多了 所以他每次想要在集资的时候 他就想办法把股票的数量给集中起来 然后再出现多一批放进来 OK 因为如果他现在这么多了 然后他又在做集资动作 他就会更多 OK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做股票整合的那个 他想要做最后的一个情况 就是想要拆几次 OK 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叫做导致收购了 OK 这种也会是股票整合会出现股票整合的一个情况 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 KP Prop OK 所以我大概给你看那个例子 我收我自己的图表 OK KP Prop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图吗 OK 可以看到我的图吗 OK 可以看到 OK OK 所以这里呢 就是除权前 OK 我放blank比较好一点 OK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一点 OK 这里是除权前 这里是除权后 OK 除权后过后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接下来走是四项下跌的 然后还有哪一个呢 还有POC吗 POC OK POC是几时呢 POC是在 我等他出来 OK POC是在 这边 3月5号的时候 也是除权 就是除权整合了过后 向下跌 OK 然后呢 EditSpec EditSpec EditSpec才刚刚除权不久了 OK 所以也是在这里 Josier Consolid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Console了过后 还是依然 表现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对不对 因为它的股票数量 真的是非常的多 它整合了过后 还是回去 一样的情况 OK 因为它整合不够了 它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只是 就是 从两个变一个罢了 它不像以前的 我刚刚的那个 Icon率值 50变异 你就会看到很大的分别了 当二变异的时候 分别就会特别的少 然后还有最近的 NetX OK 你可以看到 NetX就是从之前 你可以看到它的波动 这里除权了过后 那个蜡烛形态呢 也会比较明显的 然后开始掉下去了 OK OK 所以这四个呢 你都可以发觉一个共同点 就是 每次在它 整合 除权了过后的整合 都会出现 下跌的情况 OK 那当然 下跌了过后 会不会 慢慢的转回上去呢 这个要去探讨回去 到底它公司有没有出现 任何的一些变化了 但是一般来讲呢 那些公司做了整合了过后 都会做一系列的一些企业活动 OK 一系列的重组 结果它重组啊 又筹资啊 做完这些东西了过后 突然间它把整间公司扭亏为硬了过后 就会出现反转的迹象了 OK 打个比如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KB PROC OK 这个是一个导致收购案例 OK 在这边 弄回去先 OK 所以除全了过后 都会倾向与向下跌 然后整理了过后 才重新回涨上去 所以你都会可以看到 这些股票整合的公司呢 它都要经历一轮的整理 所以所谓的整理呢 就是我一开始告诉你们的 我主要整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的股票数量给缩小 所以当股票数量缩小 我另外一个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把我的这些股票的票数呢 回流回去 可能单一或者是主要的票场里面 OK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主力 或者是大股东要把这些票整合起来 不要流出去 应该是说在市场上的票 我要整合起来 不要留在这么多 所以当市场上的票越来越少的时候 也代表参与的人也特别的少 所以当特别的少的时候呢 那股票要去某个方向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容易了 所以你大概了解这些做股票整合的那些背后的概念是什么了 OK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操作呢 是可以的 只是不是当时候做操作了 可能我们要留意一阵子的时候才可以做了 OK 这些是我要表达的一些例子了 OK 我的presentation应该大概到这里了 OK 所以我先交回给Shen 好的 谢谢Ken老师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说 我觉得你这次的案例是讲得特别的仔细 一个案例也是讲得花了特别长的时间来给我们做好几个不同的scenario的分析 所以我相信在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呢 也应该是对股票整合活动的这一项企业活动呢 会有更深入了解 所以当一个很很 好像50个变一个啊 或者是100个变一个 或者是20个变一个 这种是很多数量变成一个的时候呢 就可能风险就会变得高一点 所以那些不太懂的投资者呢 就可能会冒着这些不必要的风水 所以感谢今天大家出席 然后对这个股票整合活动也更加了解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我们的 Kent老师的话可以放在我们的 Q&A的那个问答华姐的box里面 那现在呢我在线上已经有好多个问题了 当然我 我拿回Presenter control一下 OK 那在我线上看到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那如果当天的价格下跌 是不是代表赚到那个差价呢 这来自Jayden OK 那当然如果 你当天真的卖多了 然后他的那个股价又是跌的 也就是代表你先卖后买回 你是赚钱的 OK 因为我们讲 You sell first You buy a bit later的话呢 那就是做一个 short selling 所以也就是说你卖的时候的价格 一定要比你买回来的价格 要来的低吗 OK 所以如果真的是当时候 这么幸运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也代表上天要给你赚钱了 OK OK 答得不错 答得不错 好的 因为最主要是 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率 有一点点小 我会讲没有可能 真的是有一点小 OK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在没有股票整合的情况下 普通的交易系统会允许超卖吗 是不可以的 OK 因为你在你的账户里面呢 就出现在那个数量就只有这么多 会有什么情况会导致到 你在你的那个账户里面出现 超额的amount呢 就只有股票整合会出现罢了 OK 所以因为如果你 split的话呢 你也不能卖多吗 OK 因为为什么 我打个比如 split是分差 OK 是股票整合的反面 如果股票整合是50对益的话 你就除以50嘛 OK 那个是你真正的持股量 那如果是分差的话 比如说一分成50 OK 一分成50啊 所以会出现的情况就是 你本来有一千股票 突然间变成有50千的股票 但是这50千的股票不会反映在你的账户里面 要等到T plus 2过后你才反映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做超卖的动作 因为根本没有在你账户里面嘛 所以你可以出现超卖的情况就是股票整合吧 OK 好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老师可以分析下 next right issue可以follow吗 请问这家公司有前景吗 呃 前景先不谈啦 OK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股票整合嘛 OK so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check回去过往的 这些是你们自己的功课啊 你看回去 过往的这些股票整合的一些案例啦 除了这个Icon很special的case之外呢 大部分在整合过后呢 他通常都是向下跌的 因为很多人选择卖出 OK so 卖出 即使你不卖的话呢 也有可能是 我们讲公司里内部的人 或者是他们意图想要把 市场的票给整合起来嘛 对不对 那我怎么能把你的票给吸纳过来呢 就是股票要跌 OK 我OK本来那个股票已经跌到整三分半左右嘛 如果三分半左右的话 其实你要那些人 OK 直接比如说之前套牢的人要卖掉的话 也比较难一点 OK 因为都已经跌到去低了 OK 很多人不卖 那我怎么能够把市场的票给吸回来呢 那我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股票整合起来 他就跳高上去 然后跳高上去了过后就代表什么呢 你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向下跌 OK 所以你跌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会把你手中的票给丢出来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情况就是 除全过后跳高上去 就开始向下跌 然后走横 这个时候就是把那个票给回流进去 比如说大股东自己的pocket 或一些我们叫做主力的pocket 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 即使你要去操作这种 NextX的公司的话呢 也肯定不是现在了 那至于未来有没有机会呢 那就要看着未来他公司的展望是如何了 OK 现在我就不做多做评论了 因为毕竟他一直以来 他会做这个股票整合呢 都是因为一直亏损 一直没有什么表现 一直跌跌跌跌 然后你又整合又再跌 OK 这样子的情况了 好的 那接下来老师就想问 我们是不是在Tplus25点过后 才会看到股票数量的调整呢 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当天Tplus2当天就看到了 OK 不是等到5点 你当天就看到了 你T就是T点也看不到 Tplus1也看不到 Tplus2你就看到了 OK 不是等到5点过后 是当天 好的 那等一下我还把现在的问题写下来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如果在Tplus2过后都还没买入 但是股价比如暴跌去到80线呢 那是如何计算呢 是不是80线加5个价位 OK 因为哪里情况是这样子啊 好像我刚刚 我利用回刚刚的那个 Icon的那个例子啊 在Tplus2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机会买不回 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股价还在涨嘛 所以当股价还在涨的话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把手中的票 给卖出去 OK 因为贪婪嘛 OK 所以当Tplus3的时候 刚刚那个图表就是开始转价跌了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很多人要卖了 但是这个时候Tplus3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offer我比当天交易的价格更高的话 你说你出不出得到 你肯定是出得到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那个情况我基本上过不了Tplus3 因为股价已经开始跌了 OK 所以很多人要卖吗 OK 所以所以Buyin那边呢 在普通的报价板上面呢 哇 那个价格可能才7毛多 突然间Buyin里面呢 有人offer一个8毛多 或者是9毛钱的一个货跟我买 当然 这种情况我们广东话叫做略反营 对不对 所以 不会出现那种Tplus3的情况 那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那当然就是 同样用回同样的Rush 前面一天的收视价格 加上10个Bit 或者是加上5个Bit上去 OK 如果真的有啦 Wish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OK 好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 什么是导致收购呢 OK so 导致收购是 so far是out of这个topic but 简单来讲 我们叫做 Reverse Takeover 就是 有一些公司 借可上市 OK 所以说你会看到一个 比如说公司 可能是已经变成空渴了 公司里面没有业务的 然后突然间 他发很多的股票出来 去购买一间 已经生意 运作得非常好的一间公司 so也就是说 你从一个很小的 吃一个很大的 so我们叫做导致收购了 你吃了过后呢 其实你这间公司就变成 是这间公司了 OK so很多时候这些 我们叫做空渴公司呢 都其实是很烂的 so烂到一种程度 就是可能你票数非常的高 so他通常呢 他就要做整合的动作了 so就会出现这种 我们叫做股票整合的一个计划出来 OK so大概是这样子了 OK 我们不要out of topic 是是是 好像我们的 EcoVert之前 也是做导致收购了 才上市 对对对 很多其实很多 OK 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 等一下 没有copy到 If I Bot at You know 我只认为它是只3.5线的 2万个票的话 如果升到1.75线的话 那我有多少个share可以卖 你买多少 2万的stock 你看我的screen 2万的stock 等一下 我不是看着你 好像看着我自己的screen 你稍等我一下 没问题 就是我买2万个stock 在3.5线 然后它升到1.75线 因为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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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1.50线的话 你就用 你的20千除以50 所以20千除以50是多少 400股吧 OK 你就只能卖400股 到了1.75的时候 你就只能卖 400股 就是用2万除以50 400股 你不要卖超过400股 你会亏到很够力 OK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如果我们得知 某些股票会在某天整合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趁 趁整合钱买入那只股 然后整合当天 以高价卖出套利 OK 这个如意算盘 其实是 蛮不错的 这个如意算盘 如意了 如果不如意呢 就比如说 除了iCoin Case之外呢 你可以发觉到 我刚刚给你的例子 其实当天呢 就已经开始 开始开高 就已经开始跌了 所以很多时候 你可能可以拨 他开的比 他应该有的价格高 打个比如 我刚刚用那个 5C的那个 例子 OK 作为一个 一个讲法了 5C 他直接 应该要跳去 1块钱的 但是当 好 当天 他跳到去 1块1 那你就 赚钱 你直接 1块1卖掉的话 你就赚钱 OK 那如果 他一开 他不开1块钱 他开9毛钱 你就直接亏 OK 所以 我们讲 这个是 5E算盘 But你 Case 应该是说 胜算率来讲的话呢 很多时候 就是 一开高 就直接 就是走低了了 So 其实胜算率 并不是说 非常的高 你只是在 拨着 有没有人 傻傻的 就好像 Icon K 真的是 突然间 卖掉很多 然后重上去 OK So 我相信 你们今天上了 这个课了过后 应该不会再出现 这样的情况了 OK OK 好的 那 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 为什么不能再 除全日清除 显示整合后的 实际股票数量和价值 不需要等到 这个 这个就是 Busat 背后的系统了 OK 他们就是有一些 合约上面 的一个 一个处理了 所以会有 拖到两天的时间 So 这个是 你可能要跟Busat 讲了 去 upgrade 这个 这个情况了 OK 因为这个是 就好像你们 平时的 交易股票一样 OK 为什么你当天买不当天 就settle呢 要等到T plus 2过后 才settle呢 情况是一样的 OK So 这个没有办法去 去 谈了 这个东西 OK 决定权 就是 upgrade的那个权力 那个情况呢 是交由给 我们的交易所 OK 好 接下来的问题 是 应该是指 我们的 short selling not prohibited 理论上呢 就是 那个交 我们的那些 broker house的 那些platform 它suppose 如果有当天 有这个 share consolidation 然后你刚好 你有持股的话呢 它suppose 会有 appear一个 warning的 只是当时候 出现了一些 奇幻的现象 就是 有 一些 这个broker house 并没有出现 这个warning 当然啦 即使有出现 warning的话 我相信很多 时刻有九个呢 都会把这个 announcement or warning呢 直接就 打个查 就是按下去 完全没有去读 OK So 正常的 这个因为 我也是有经历过 散户的情况 OK 普通散户的情况 So 很多时候 你都 不会留意啦 OK So 也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 系统呢 它可能就会 直接就 ban你 卖这么多 OK 这种就很好 但是有很多 其实是没有啦 它是照着你的 那个 portfolio里面的 amount给你卖的 So 你就会出现 潮卖的情况 OK So 有很多一些 系统上面的 一些问题啦 好的 那我看到 接下来的问题 是问 如果在除权日志 X-State的时候 买5000个股 然后T plus 2 的时候可以卖 几多个股 也是同样 你讲除权钱 跟除权后 就是你要除以 那个number amount of consolidation 就比如说 一对50的话 你就除50了 OK 你讲2000的话 你就除50了 是X-State的时候 是X-State的时候 X-State的时候买 OK 如果你是X-State的时候 买的话 你买多少 就可以卖多少 因为已经X了 我现在讲的是 前后的问题 所以如果在X-State 买的话 你买5000 T plus 2 就是只能卖5000 如果在X-State 早一天 你买5000 然后就是X-State 早一天买5000 然后X-State的时候 T plus 2的时候 你就要除 整合的数量 因为会出现 超卖情况 都是因为 系统上面的一些 一些变化的问题 调整的问题 如果你是X-State后买的话 其实你的账户上面 并不会出现 多额的 那个share出来 所以你想要多卖 都卖不到 OK 这样子的情况 我现在在线上 已经把问题都问到七七八八了 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问我们的Kent老师的话 可以写在我们的问答环节里面 在我们在等问题的当额 就让我们就让我来 promote一下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Bruzai Academy的平台 那Bruzai Academy平台呢 是由Bruzai Malaysia Horistic Learning Journey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一个one stop的线上 线上的学习平台 然后里面什么资料 基本上你要找的很多资料 都会在里面出现 包括学习 包括我们要找的文章 找的一些quiz 里面还有一些coursework 里面还有一些recording 当中我们一些Bruzai Malaysia 的线上讲座会的recording 也会放在那边 但如果你要看我们接下去 我们线上的讲座会 是几时呢 也可以去Bruzai Malaysia Bruzai Academy网站找 就是www.brusaiacademy.brusaimarketplace.com 那边会有我们接下去的 Bruzai Webinar 不只是股票 也包括期货 还有Islamic Capital Market 所以我们的这个Bruzai Academy 有很多很interactive的一些learning 一些学习的课程纲要 给大家来学习什么是股票 什么是期货 然后什么是一些Islamic的capital market OK 然后是很user friendly 很simplified 你可以也是用电脑或者电话 也可以access得到这个平台 OK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 我们下一场线上讲座会是几时的话 也可以去Bruzai Academy会找 要看recording也可以去那边找 当然也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upload去Bruzai Academy 给Bruzai staff一点时间 upload去Bruzai Academy OK 然后我们接下去的线上讲座会呢 是在下个星期一 是以英文来进行 就是我们会提到这个话题 就是Exchange Trader Fund OK 上市的挂牌基金 OK 那标题就是Sustainable Growth through Exchange Trader Funds OK 在10月5号星期一晚上8点半到10点 然后的我们报名的网址已经放在我们Q&A box里面了 然后那场线上会的讲师呢 就是我本身了 OK 所以我就会在下个拜一线上跟大家解释 什么是挂牌的投资基金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Kan老师的话 可以放在我们Q&A box里面 那我们线上已经看到好几个问题 OK 等下我把它填在里面 OK 接下去的问题呢 就是来自我们Chan Singh的朋友 他的问题呢 就是以英文来问答 就是Kan呢 就是 while consolidation is not so fair to retail investor why is it permitted to be detriment of retail investors 哇 这个 你问不杀吧 其实我 我觉得没有fair不fair 因为本身公司的价值其实是没有变的 只是公司因为要做一些企业活动 才把它做些调整的 这是我的看法了 也可以这样子说吧 因为 因为股票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企业 就是可以通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它去做融资 或者是去 做一些 其他 其他corporate的东西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没有讲是fair还是不fair了 因为 所有的在股票里面的buy and sell都是 willing buy and willing sell的嘛 OK 所以你讲not fair其实没有了 OK 所以你讲 really fair 也不能这样讲了 所以 这个 是不是一个很 一个question我可以答的东西了 OK 那相信大家今天都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在我们股票整合活动里面 应该投资者应该关心的东西是哪些 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 哪些包括excit 真的是哇够够力啊 如果是两个整合成一个就没有什么没有没有太没有太大的影响 50个变一个哇就好像 i-con-us case 近两天投资 我就哇每天在forum都看到人家提起这个这个stock 哦 OK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 来自我们的这位you的朋友 就是问 你tick size的问题 所以如果 他的问题就写的这样子了 是 是 少过一块钱的一些 dick size的 是十个percent多过 一块钱 一percent 这个不是不是 这个 十八仙只是我的一个 表达的了 因为你五仙 因为他 below一块钱 他的每个价位的跳动是半分钱 OK 超过一块钱 每个价位的跳动是一分钱 OK 超过十块 是两毛钱 OK 与此类推 他有不同的 不同的teer 有不同的价位 就是他的那个 涨幅 所以他的那个 每个价位起跳的 那个波动的那个范围 有不一样的 所以他不是以十八仙 或者是一八仙率来去做计算 OK 所以你可以上去那个 Busat Academy 或你去到Busat 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类型的资讯 你可以去寻找的 OK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一块钱以下 半分钱 每个价位 OK 上是半分钱 下是半分钱 所以如果你是五毛钱 涨半分钱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十八仙 OK 只有五分钱涨半分钱 才是十八仙罢了吗 OK 所以同样都是涨半分钱 OK 所以可以去学习学习 OK Busat里面 去看它dick size 当然每个产品的dick size 不一样 股票的话是这样子 你看其他一些product的话 可能它dick size 就在不同价位 有不同的dick size 所以大家可以去 Busat Malaysia website 参考 参考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 Can retail trader Patiently wait and enter trade at right timing in this consolidation exercise 我认为是可以的 OK But 你Patiently waiting outside or waiting inside 是有分别的 OK So 我会 Patiently waiting outside OK 这样子的情况 不要 enter the trade wait inside OK 因为你consolidate过后 就看公司有什么的一些举动了 OK 去研究研究一下 看有没有机会 才去做 OK 因为通常他们做 consolidation呢 都会 不只是做 consolidation 罢了 他会有一系列的plan OK 我们要追踪了 OK 那当然当时候是 我是不鼓励的啦 OK OK 好的 那我也是本身没有什么操作过 直接 链接下来的股 选择性不要啦 那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知道除全热呢 我看VIVOCOM有 consolidation股东 pass了 可是不知道几时 OK 这种情况你可以去到 BUSA 马来西亚里面就是去到 Vivocom的 那个company announcement里面去看 看他几时announce 那个X-Date 如果他还没有announce的话 代表你的X-Date还没有announce 这些都是 你可以去寻找的他那边会有 一个特别的 一个announcement for X-Date 所以你每天进去看一下 看他几时announce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 代表他还没有announce OK好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Will understanding candlestate help with the right timing? 这个我相信 Shin都已经可以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是可以了 比较好过 你麻木的 不知道 股价的波动去到哪里 因为会有 蛮多资讯我们可以了解的 OK 又好过没有 OK 好的 在我线上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问老师 可以再写下来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环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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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看了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来自我右的朋友 a stock has maximum jump how many days how many maximum jump per day 这他的问题是一个 一个stock一天可以跳 OK OK 我就简单的回答了 因为有不同 不同产品 有不同的情况 然后不同的价格 也有不同的TS So 简单来讲 就是stock 比落一块钱的话呢 你的maximum jump 是30个价位 OK jump up and jump down 30个价位 那当然最近 没有记错的话 是调整了 向下跌的那个 maximum OK 我忘记是多少percent了 好像是砍半了 好像砍半了 就是 菩萨鼓励 向上涨 OK 比较 要防止 向下跌的那个程度了 OK So 原有呢 就是向上涨的 maximum 是比落一块钱是30cent 然后那个 超过一块钱的股票呢 是30% OK So 这样子的情况了 然后呢 还有分成不同的 类型的标的了 比如说 有warren warren也不同的算法 OK So 你们要自己去研究研究看 OK So 简单来讲就是 stock 30cent 比落一块钱 然后超过一块钱的 就是30% 好的 那 看来我已经没什么问题 已经没任何问题来自观众了 所以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出席 由Bruise Malaysia 举办的 股票者的活动的线上 讲座会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一 再在我们的 Exchange Trader Fund Sustainable Growth Through Exchange Trader Funds的 webinar上 再见面了 很感谢今天 Ken老师为我们带来 非常精彩 而且详细的解说 什么是 Share Consolidation 股票 整合活动 所以 谢谢各位大家 谢谢各位 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OK OK 拜拜 拜拜 晚安 各位 中秋节快乐 客客 都 接受 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